从家里阳台到温室大棚,从几百盆多肉植物到连销售一千万元,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的80后创业青年黎欣欣,用五年时间建成了一座多肉花园,今日记者来到她的园艺基地,探访她的创业之路。 走进温室大棚,满眼都是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。 据黎欣欣介绍,她培育的多肉植物大多是从日本及海外引进的珍贵品种,很多品种在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,价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。 黎欣欣表示,养多肉植物一直是她的爱好,过去是在家里的养台养,后来大学毕业后,就来到肥西县花长镇搭建了温室大棚,开始栽培多肉植物。 这期间,她不断探索学习,前往国外考察引进品种,克服了许多困难。 我们并不是这个园艺专业的,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花呀,长得不好呀,或者说根系不好啊,或者说品香不太好。 然后呢,我们就开始请教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些专家,然后包括一些自身的爱好者,然后从自身开始去寻找原因,然后逐渐通过配土,光照,浇水,施肥这一块,就是说慢慢的,就是说把这些多肉逐渐开始一点一点养好。 据了解,黎欣欣的多肉植物主要通过网络线上销售,近年来,随着直播的火热,黎欣欣也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向顾客推荐多肉植物。 从今年开始,然后因为今年可能直播比较火嘛,直播在我们整个网上销售的这个占比的比例越来越高,今年的话,截止到目前为止,我们直播应该卖了有100多万了吧。 谈到创业的经验,黎欣欣表示,年轻人要敢于钻研,不怕失败,同时要有吃苦赖劳的精神,这些都是创业必须的要素。 未来,黎欣欣计划引入正多新品种,把多肉产业做精做大。 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讲,尤其像我还属于是80后,对于我们80后的人来讲,我们还是要敢于折腾,然后敢于走出来,在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里面发挥我们的这一股闯境。